善恶终有报 天道好轮回 不幸抬头看 苍天饶过谁啊 今天聊谁啊 周小平啊 周黛瑜啊 你居然也有今天呢 你也会被删文章啊 你也会被404啊 今天有网友提醒我 要让我去看一看啊 周黛瑜啊 周小平的文章 然后呢 我就去网上去搜啊 是搜到了两篇 周小平的文章 大一三年啊 我有话说啊 然后防疫的成本 不仅仅是经济成本 还有民生成本 在我打开的时候呢 这边就提示一个 页面不存在啊 上面的文章没了 页面不存在 文章不见了 两篇文章都不见了 哎 抱歉 404 您所访问的页面不存在 周小平 周黛瑜 黛瑜侯啊 你也有今天 你也有被删文章的一天 想当初在国内的时候 我在写文章的时候 周黛瑜 周小平 黛瑜侯 他也在写文章 有时候我写的文章吧 观众比较捧场 大家也爱传播 网上都在热传 有时候写了一篇 大家比较喜欢的文章 大家都在转发 两三个小时阅读量破万 结果夹击给我删了 这个内容敏感 夹击给我删了 如果不删我文章 咱还真的敢跟周黛瑜去拼拼流量 但是咱没办法 咱写历史写真相 或者说做启蒙之类的文章 或者说写普世价值的文章 那就是短命文章 你怎么跟人家周黛瑜拼流量 人家周黛瑜那是被习主席 是被习皇上御用过的 是给习大大舔过屁股的 好像就穿了一个黄马褂一样 有了这么一个所谓习主席的 正能量的加持 那么周小平的文章偏偏十万加 所以说每次看到周小平文章下面的 众多留言跟众多打赏 我就忍不住的感慨 真的是一眼望不到头 漫山遍野的傻叉 今天周黛瑜 你的文章也会被死凌死 当然了网络有记忆 在网上一搜 还是能够搜到 周小平他到底说了什么话 咱们来看一看 周小平同志 四思求四很难吗 下面是我要说的 现在可以来疯我了 抓也行 要杀要刮随便吧 有种 你敢冲塌 你有种 周小平你有种 之前我说你没种 之前我说你是太监 看来我看错你了 有种啊 反正我得说实话 你终于知道要说实话了 你也要说实话了 你早干嘛的 早几年你不说实话 现在要说了 现在最直观的情况就是 你去了一趟疫情最重的美国 只需要隔离七天就能回家 你去一趟疫情相对较轻的边疆 封控七十天都未必能回家 这是在防疫还是在滑水 这样做到底有什么意义 就算我们要一直抗疫到底 那也不能因此随便造谣说 国外失衡遍野 医疗崩溃 后遗症爆棚 我在这边我也没看到哪里失衡遍野 我现在我出门我都不戴口罩了 我上公交车我都不戴口罩了 有时候司机他会提醒一下 口罩口罩口罩 说西班牙语嘛 然后我就把里面往上一拉 我就这样了行不行 让不让上车 那司机上了上了上吧 我坐地铁我也不戴口罩了 说这个外国失衡遍野 医疗崩溃 后遗症爆棚 后遗症是爆棚 有什么后遗症啊 喵啊 喵啊 一起喧猫叫 一起喵喵喵 那当然有后遗症了 是吧 那都不是事实 或许有个别的病例 但比例依然属于正常范畴 众所周知 我从来都很支持防疫抗疫 也别给我扣什么躺平派的帽子 我只是希望能有个有效的总体方案 比较我们不可能永远的这样 一方面放松国外入境 七天随便跑 然后国内被他们跑过的地方 几百几千万人无休止的 陪这些少数人默默的隔离吧 哎 你看到没有 你说实话 你这说了半天 你又不老实了吧 怎么要又开始什么境外输入了 这跟境外有个毛关系啊 这哪是什么医学问题 这他妈就是政治问题 从这个医学角度看问题 这个方向就错了 思考问题的角度错了 你说什么都是瞎扯淡 说什么都是错的 防疫成本不仅仅是经济成本 还有民生成本 生命成本 对不对 对不对 既然人民至上 那就得适时求失 后面还有很多 在这里就不读了 那么在这里我可不可以理解 周小平你是不是要冲塔了 我之前我口口声声 我劝国内的朋友们 可不要冲塔 可不要做莽夫 可不要去做无谓的牺牲 你知道四通桥 勇士他去反习的后果是什么 秘密枪毙了 周小平要杀又寡随便 你是不是做好充分的行政准备了 当年习近平关于什么作家协会 不协会 请了一些什么御用写手 说了什么话 我们要发扬什么正能量 像周小平 华前方表扬了一番 当时周小平还拍了个照片 还没有跟习近平正面的合影 还是一个侧面的背影 你看你看你看 我背后是习主席 那是周小平拍的合影 感觉好像穿上黄马褂了 感觉好像舔到了皇上的屁股了 龙仪 皇上拉的嘎嘎叫什么呀 叫龙仪 这种事情在古代不是没有人做 岳王勾建 岳王勾建就干过舔吴王夫差的 那个地方 所以说到现在 并不是说你身体力行的 你把脖子伸过去舔 而是说你的大脑 你的思想 你的人 你的灵魂跪下来 去舔权力 去蹭权力的流量 现在冲塌了 似乎是在为民请命了 那么此时此刻周小平 等着看他没好日子 出来混 迟早要还 当初做了多少饿 今天就要受多少罪 如果说你周小平 你还继续跪着 继续去舔 这样的话 我还能够理解你 你就是吃这碗饭的 但是你现在跳反 搞得自己跟个反贼一样 那对不起 不好意思 我也不同情你 之前你作恶 做的太多了 现在你该出来还了 今天周小平说了这么一个 事实求是很难吗 这就是摆明了跟习主席对着干 摆明了就是跟习近平唱反调了 这点政治智慧都没有 这点政治风向都把握不住的话 我很怀疑周小平的智商 动态清零 防疫抗疫 这是谁搞的呀 这还不都是习他搞的吗 你看不出来吗 习派在这么一个过程当中 他所掌握了这么一个防疫大军 赚了多少钱 搞垮了多少电 搞垮了多少制造业 造成了多少人失业 你看不出来这都是习派他们搞的吗 那在这里我突然之间我有个疑问 难道说周小平跟胡温 跟团派 跟江派 跟曾庆红那一派 是不是有联系呢 是不是他们暗示你 要你去这么说的 是不是那些政治势力 要你去冲塔的呢 不好意思 如果说是这样的话 那么周小平马上就会成为权力斗争的炮灰 反习 你反了天了 如果单纯从一个个人角度去看问题 我还真怀疑周小平 他是不是有这个胆去反习 从权斗的角度去分析啊 他背后还真的有可能是团派 或者说是江派的残余势力 那这性质就不一样了 那这习近平的屠刀啊 可就对你不客气了 权力斗争嘛 总是先要去鼓动一些炮灰先上的 那周小平就有可能成为这个炮灰 那么除了周小平啊 咱们还得去看看别人怎么说啊 当然了最近这几天啊不好的事情很多啊 呼和浩特也报了 中高风险区域无处不在 那个跳楼的母亲真是人间惨剧啊 看麻木了 确实我也是有点看麻了啊 看的太多了 这种不好的事情啊 即使在心理层面已经有些麻 但是当你肉眼再次去看到那些画面 你耳朵再次听到那些凄惨的呼声 还是会感觉到这个心啊在颤呢 说这个三年疫情使中国心理疾病患者上升了多少倍 严重多少倍 根本没人统计 永远也不会有人统计啊 真的 这是要写进历史的啊 从毛上台以来发生了很多人间惨剧啊 然后在邓江湖时期呢 像民间发生这种悲剧的事情呢 稍微少了一点 但是如今到了习真正掌权时期以后 这种因为人为制造的灾祸 因为人为的原因制造大面积的非正常死亡 这都是要上史书的 我们继续往下翻啊 这是一个子武侠士 我是一个黄马 被要求居家隔离 七天国外回来的啊 由原来的十四加七 减到七加七 再减到七加三 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中国又不是资产病毒 如今祸祸中国人的都是从境外传来的 不卡好入境卡口怎么行 这样下去国内一直抗议 国外一直放毒 何时是个头 说多了不好 不说还真他妈的生闷气 还真会甩锅啊 还真会甩锅 动不动就把这些原因呀 甩到境外输入 还有这个黄安 黄安也发飙了啊 必须干死这个发明弹窗的混蛋啊 这个行程马现在知道了吧 汉人不抢了吧 还有这个李子义啊 以前我念什么李子央啊 李子义 我觉得吧 还是别笑韩国人的财大事故了 做人总得要点脸吧 那怎么着 李子义你也不想混了啊 眼看着周小平马上冲塔了 李子义也跟着冲塔了 说坦白跟胡温跟江派有什么联系 不说是吧 大行伺候 鞭子一抽 你看他说还是不说啊 这是今天啊 咱们看关于中国的这个防疫抗疫政策啊 之前那些跪舔的御用文人呢 哎 居然出来跳反了 搞得跟自己跟个勇士一样 搞得自己跟个反贼一样 对不起 我一点我都不同情 对不起 我一点我也不啊 为他们什么摇旗呐喊之类的 如果说像李子义跟周小平啊 这次冲塔要是被抓了啊 要被杀被剐 那都是他们活该 之前作恶啊 今天是出来还了 你也有今天啊 我你嘛 我你嘛 你也有今天 好吧 那就先说这么多 啊 哦